国内贸易及生活费部指出 一处集通公司在一个星期期限内 采取了多项步骤改善服务 包括将今年一处集通卡的数量 增加到350万张 不过内贸部认为还是有不足之处 会继续监督与沟通 确保所有的问题妥善解决 一处集通公司的多项服务频频接到投诉 引起内贸部的关注 并成立了由部门秘书长 拿杜阿兹曼领导的特工队参与解决问题 内贸部发文告指出 一处集通公司采取了积极步骤改善情况 包括将一处集通卡数量 从去年的268万张增加到今年的350万张 另外文告也指出 公司也积极处理一处集通卡有效期的问题 包括在有效期借满前一个月 以电邮和电子钱包应用程式的方式通知持卡员 一处集通公司也会在特许公司调查 核实以及批准之后 立即处理用户的退款和退卡问题 同时公司也会及时通知电商平台 撤除所有未经注册售卖一处集通卡的广告 预防发文在资金里面 不可欠仆没人 不是可以认为 底线的特许公司 我们许多许公司 推出海易 台方 两个人 你 感谢观看